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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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词 词 有人吗 快帮我出去 我说你们要是这样被我家里人知道 你们就完蛋了 有没有人啊 杨黑看 我说你基本怎么都不敲门啊 要是我背影下的三长两短 你担得起责任吗 还有 我被你关的都上火了 我要出逃 你 你 你不亏李月 逗什么逗你 你知道我姑姑是谁吗 你知道我姑父是谁吗 你们这群无法无天的家伙 居然敢 你真的是难倒李征的孙女 是啊 怎么样 胖了吧 难道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后人 你有我这样的孙女 难道有你这样的孙子吗 孙子 奶奶还不要你呢 我们家有钱 用不着烧你这种劣质叹 我 杨公子 杨公子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吗 他 他 他口出光言肆意侮辱 再不教训教育他 就是我杨紧无闹 我 你明明知道他手无腹肌之力 那你万一真的伤了人 可怎么和别人交代呢 你这个骗人的 说好把阿菲请过来 人呢 弄得多久了 姑娘 你别急 您家那位 破血刀传人 跟杨少侠 他们之间 还有点私事没有解决 我说 你是不是想找阿菲比我啊 怎么了 我说了 那我就放心住下了 梁慧塔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你可别说得 连扣子都不上 这人 还救吗 还是得救 你去吸引那两个人的注意 我去把那傻子带回来 行 那我去大门口 直接把他们叫出来 来 徐朵主 又见面了 我有两句话 想要告知这秦云沟主臣 还请出来一见 好 您稍等 好 是你 那位男当姑娘呢 皇亲 借我一人 你来做什么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啊 你们 你闹够了没 阿菲 真的是你 我快想死你了 你都不知道 我这两天过得多惨 惨 惨 你惨得脸都吃圆了 趁现在没人 赶紧跟我走 我不走 我不走 我可是帮你答应了人家 三天后迎战的 不能说话不说话呀 什么时候轮到你替我做主了 你走不走 我不走 这里有好吃好喝的 还有大黑炭豆� 不是哪儿去找这么好玩的地方 你就不怕他们恼羞长度害了你 不会 他们还要找你比武呢 阿菲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好好教训那个大黑炭 我们四十八寨的脸面都在你手上啊 要比你自己比去 你再不走 小心我揍你啊 你又欺负我啊 我要告诉姑姑去 里面吗 把是 Hemmass肯ろう 他表好了 如果不都在心地 都至少相担 Sa山了 这真是仅杂 这真是平度 看得就是 哲程 那有机会 静一下吧 先听我说 妹妹 这个人绑了你做人质 是要和你阿飞姐比刀法 这我知道啊 他打不过阿飞的 阿飞也不愿意跟他打 杨少侠 这三日之约 阿飞是不会兑现的 所以我们都不要 在这浪费时间了 妹妹 你现在跟我回去 还能见到阿飞 如何 你骗我 阿飞这么讨厌你 怎么可能跟你一道儿回去 我贩子着骗你吗 我不管 反正跟你回去 还没有在这里安全 黑糖 我们走 姑奶奶 不好意思啊 不是我不放人 三日之后 我定会带着这位姑娘 再去拜访 君子一言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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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初姑娘 你坐一下 嗯 请问是掌柜的吗 我就是我就是 可可 您要抓什么药啊 就照着这个方子抓 好好好 好 展规的 我没有带现钱 不知 这个客服抵药钱 原来是自家兄弟啊 肖香一脉 已经有年越远没有经过我们这里了 师兄 我不是肖香派的 那你为何有肖香的信物 我跟着他们 一起下山练习 我是李盛 您就是大当 我有要紧的事情 要传报给大当家 何事 近日可能会有人 加害于四十八寨 让他早做防备 怎么 苍狼 苍狼二十年前 在老寨主的手上吃过大亏 如今这是要来寻仇啊 兄弟 暂且捎带 我立刻就去准备传讯信羹 有劳师兄 请 楚楚姑娘少玩无躁 等把信烧出去了 掌柜的也会安排我们 驿站的地方 怎么了 怎么了 一开始来的时候 我以为你只是抓药呢 没想到你是来联系安装了 鬼儿 我没有告诉你 鬼儿 我没有告诉你 不过你放心 这儿 还算安全 可是之前发生了一件事 什么事 当时在华容的时候 一众人被害 就是因为地煞烧了我们住的客舍 我和阿斐正好不在 所以才逃过了一劫 地煞之所以知道我们的住地 就是因为 我们被暗庄出卖了 被暗庄出卖 怎么会 我和阿斐亲眼所见 他们勾结了地煞 这 你好好想想 刚刚你什么都没说 为什么掌柜的 能想到地煞的苍狼呢 我说 这个妹妹 不会真的是个傻子吧 算了 不救了 让那个什么情人沟的主人玩绑架 自己绑他祖宗自己伺候去吧 好了 你也别太担心了 我们近几日啊 就待在霓裳夫人这儿 在二人之后 杨锦自会带着你妹妹来 倒是你也不必出面 他自会明白什么意思 那个青云沟是什么地方 青云沟地处南疆 瘴气横行草木丰沛 那里啊 不以武功建成 神医倒是出了不少 人又称小药物 他就是个医者 这一代一代人啊 总会出个怪胎 到了杨锦这一辈 这青云沟啊 却出了一个大怪胎 我猜他呀 也就只能分得清 萝卜与人参了 只可惜 他醉心刀术 还颇有天纵其才的意思 他能当上家主啊 恐怕 是事先把他的同辈 挨个做了个遍 没想到 他的身世居然如此曲折离弃 是啊 他早就开始四处挑战了 也算是群心暗淡的武林里 难得的后起之秀 我猜 他也是冲着所谓的 武林第一刀去的 你突然横空出世 结了个胡 他肯定不服气啊 不过嘛 他也没有什么恶名 也没有做过什么烂煞无辜的事情 我也不是故意要出事的 我也不是故意要出事的 谁还不是呢 可如今怎么办呢 要不 你三日过后 投降下了 我要应战 来 不好 让他们给跑了 追 是